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圣巡他不想娶我了。 初初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我正对着门外的春桃绣荷包。 小姐,大家都在说,圣小将军他不喜欢小姐你,不打算娶你了。 指尖一颤,我回首看向在一旁满脸愁意的初初, 明起一抹淡淡地笑,是旁人说,还是他自己说? 初初思考了一下,达到,是旁人。 我便继续低眼绣荷包了,边绣,我边对初初说, 除非是圣巡亲口说,否则一概不可信,知道吗? 初初向来听我的话,用力一点头,圆溜溜的眼里充满对我的信任。 小姐说的是,小将军和小姐认识呢吗? 九。 小将军可是亲口说过的,要娶小姐,旁人的话都是乱讲,不作数。 是啊,初初说得对。 我和圣巡相识十年,十年间我们一直都待在一块。 直到半年前圣巡出征,我们才分开。 我还记得那时我亲手给他织了一副软甲,交到他手上,千兵万主,一定要平安。 他向来桀骜不驯的脸上满是沉稳的珍重,握住我的手道, 谈谈,等我立了博二战功,我便向陛下换一个恩赏。 恩赏。 我要让陛下为我们赐婚,让全长安的人都知道,我,圣巡。 汇取到此生最真爱的人为妻。 于是上个月他回来,的确用他的战功向陛下换了一个恩赏。 他为一个女子求了献军的险。 那个女子叫陆庙,和圣巡互通书信时,他提过她,曾在刘剑下救过她一命。 自回长安后,圣巡就和陆庙同出同进,两人一块打马球,狩猎,礼佛。 于是他回来这月余的时间,都没空见我一面,直到谢真邀我去游春。 圣巡真是个糊涂鬼,那陆庙有什么好的? 明知道男子心有所属,还要巴巴地网上贴。 当真是下贱。 谢真也是武将之女,他父母同我父母是过命的交情,因此我俩也是手帕交。 他性子向来直来直往,话不过脑子。 刚说完这句话,我急忙拿扇去挡她的嘴,摇摇头,背后不说人,你忘了。 谢真刚要开口,却听一道利剑出窍的声音响起。 他叉。 花红柳绿的裙杖被一件划烂,随即而来是男人不悦的话语,背后嚼人舌根,难道不怕我割了你的舌头? 谈谈。 我回头看向盛寻从阴沉转变为错愕的表情,还有他指着我和谢真的剑锋。 剑锋折射出春日的阳光,晃得我的眼睛不由难受地瞇了瞇。 我想起盛寻从前和我一起去上园灯会,他为给我挣得一盏顶漂亮的兔子灯,便在诸人面前耍了一段剑。 之后,他一手拎着剑,一手拿着兔子灯到我面前,目光比灯会所有的灯还要亮。 他对我说,我圣寻的剑只有三个用处,一是杀敌,二是护人,三则是讨谈谈开心。 可有朝一日,圣寻的剑锋竟也会指向我。 算了阿寻,圣寻身边的女子拉了拉他的衣袖,与圣寻一般地凤眼逆了我和谢真一眼。 圣寻文言收剑入鞘,刚要上前和我说话,我就拉着谢真起来欠了欠身,圣小将军许久不见。 因为我这句话,圣寻的脚步顿在了原地。 他有几分迷茫,下意识地道,谈谈。 我鲜少这样叫他,通常我都是叫他圣寻。 你便是未谈。 阿寻和我提起过你。 我是陆庙,阿寻的好友陆庙露出点笑意。 他挽住圣寻的手臂,十分宽容地对我讲。 既然是阿寻的朋友,那方才的话我就当过眼烟云了。 圣寻的朋友? 我看着他挽住圣寻的手,一时间觉得话也刺耳,井也碍眼。 圣寻只是无奈地一笑,把陆庙的手拉下,都说了,这儿不是边疆。 长安的小姐们,哪个和你一样说拉手就拉手的,你现在好歹是个县军。 我退后一步,按住谢真即将打上圣寻的手,竭力维持着端庄的笑,我们是时候归家去了,日后再见。 然后我就落荒而逃般地拉着谢真离开了。 我太久没和圣寻见面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圣寻会在我面前对另一个女子纵容至此。 圣寻当夜就来找我了。 我只不过一转身的功夫,他就出现在了门前的那棵春桃树下。 他似乎是翻墙进来的,锦衣上还蹭了灰。 圣寻,我惊讶道,少年郎浮浮衣袖,踏着月光向我走来,高竖着马尾的银棺在月色下熠熠生辉。 下一刻就没有防备地被初初推倒在地。 初初护在我面前,双手插着不慎纤细的腰身,指着圣寻就道,登徒子。 圣寻从地上起来,拍拍身上的灰,扬起深邃又明朗的眉眼无奈道, 初初,我是圣寻。 初初冷哼,不吃他这一套,别过脸去,惹了小姐伤心还敢上门, 看我不把你打出去。 圣寻文言一愣,初初力大无穷,脑子又直,一说打人,那就是真的要打人的。 我赶紧拉住初初,直指屋子里,里头还有桂花糕。 小口吃完了再出来,初初最听我的话,斜了一眼圣寻,转身进屋。 圣寻见他背影,口中嘟囊,这丫头,明明当初和我待的时间最长。 当初圣寻落魄成起儿,适合初初一块回到长安,后面两人都被我捡回了卫府。 之后,圣寻恢复身份回到圣家,初初就待在我身边,对我忠心无二。 你怎么来了,我不知他今夜为何而来。 圣寻转眼看我,他闽纯,说,刚才初初所说,是因为我白日惹你生气了,对吗? 提及白日里游春的事,我心中至今仍有一分酸涩。 我很想问圣寻,为什么回长安这么久都没来见我? 为什么给陆庙求了宪君之位? 又为什么会那般纵容陆庙? 但我只能说,陆姑娘出来长安,她只认识你一人。 你想为她出气也是正常。 但谢真她并非故意那样说,实在是因为。 未谈,你也觉得我喜欢上陆庙了。 圣寻突然这样问,我的话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 只能直愣愣地看着她,她有几分懊恼地皱了皱眉, 然后对我道,其实我回长安第一日就想来见你。 可不知为何,陆庙那似乎每日都有事,须得我出面。 我不是故意不见你的。 少年郎面上满是烦恼,她说,你别在意他人口中所说, 或许过段时日我就有空了。 你信我,我绝无二心。 谈谈,我圣寻这辈子只会喜欢你一个姑娘。 若有第二人,便叫我此生孤寡,短舌而死。 夜风拂过,树上桃花落下,我连忙捂住圣寻的嘴, 别发重视,我信你就是。 她趁机吻了一下我的手指,凤眸带笑,灿灿如星。 这时我并没想到,今夜眼里满是我的少年郎, 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那夜过后,我就没再见过圣寻。 但同时,关于圣寻和陆庙的传言越来越多。 比如,圣寻和陆庙一块参与马球赛, 圣寻为给陆庙夺得彩头,可谓是战无不胜。 比如陆庙生辰那日,圣寻直接让人失周, 再报恩四点了千盏长明灯, 期望能护佑陆庙的平安。 比如现军府邸已建成, 但陆庙迟迟未出圣府。 再比如现在, 打起来了,圣小将军和婆王世子打起来了。 今天是大掌公主的寿宴, 我和谢真受邀来此。 一听到来人急忙的话时, 我还以为是我听错了。 直到谢真看我时, 我才反应过来, 那人说的是真的。 圣寻和人打起来了, 等我随人赶到南克的亭子时, 只听见圣寻正好说了一句话, 你不想要这只手, 金日本将军就帮你把他留在这。 我心中一惊, 立刻拨开拦在面前的人群, 第一眼就看见圣寻压在锦衣玉符的婆王世子身上, 深刻的梅雨里尽是胸利, 手指尖沾了血, 至于血的来源, 便是他身下满脸是血的世子了。 圣寻一拳一拳地往他脸上挥, 他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要让圣寻停下来, 即便圣寻受陛下宠爱, 可如果动了婆王世子, 遭到玉石贬斥, 照样要受刑在身。 不顾谢真拦我, 我立刻跑上前握住圣寻的手腕, 刚叫了一声, 圣寻, 再这样会出人命的。 他低喊一句, 滚开, 直接挥开了我, 看都没看我一眼。 我没防备地被他一推, 脚下一崴, 不小心跌坐在地, 谢真及时扶起我。 这时候, 陆庙微带哽咽的声音响起, 阿寻够了, 别打了。 他不知从何处来, 抱住了圣寻的腰身, 圣寻动作一顿, 缓缓停住。 陆庙拿出一条眷帕, 替他包住手, 眼圈泛红, 会出人命的。 而大掌公主也在此刻到来, 她威延着双眼, 目光投向圣寻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圣寻握住了陆庙的手, 风吹过他俩的衣昧, 像极了一幅画, 他面色冷立地道, 柿子醉酒, 轻薄了我的人, 那我便为他醒醒酒。 我的人。 在听到这句话时, 我可以感受到, 周遭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我, 包括圣寻。 圣寻像才看见我一样, 顿时一正, 下意识地喊我名字, 谈谈。 他手上那条沾了血的眷帕, 映入我眼底, 格外刺目。 后便惊人证明, 的确是因为仆王柿子 酒醉冒犯陆庙, 圣寻才出手, 仆王柿子向来烂泥浮不上墙, 大掌公主也没再追究。 回程上马车时, 我碰见了圣寻, 他似乎是特意在那等我的。 时至夏日, 一束紫薇探出墙头, 我忍着痛走到他面前, 道, 有事吗? 圣寻单手附在身后, 他朝我点了点头, 刚才我不是故意, 只是, 你如果有什么话, 直说便是, 不必拐弯抹角, 我讲道。 圣寻抿住唇, 他看着我, 而后说, 谈谈, 从前我说的话, 你就当不作数吧。 我的手藏在大袖中, 攥紧了, 掌心感受到刺痛。 我明知道即将到来的答案, 又装作不解地问, 什么话? 便是那些嫁娶的戏言, 他似乎在细细观察我的神色, 像极了从前做了满我的事, 怕我动怒难过一样。 即便知道他会说什么, 可我的心里还是一致, 一股麻痹从心头放开, 是因为露妙。 他点头承认, 不知何时, 我会时刻关注他的喜怒哀乐。 他若开心, 我就欢喜, 他若伤心, 我亦难过。 我想起圣询头一回向我提及露妙, 是在他寄回的第一封信上。 他说, 露妙是编城守将的独女, 在他中了流箭后, 翻遍师堆救了他一命。 但他不知道, 那次我听到他深陷险境的消息, 是决心亲身前往边城找他的, 但最后在祖母的目光下, 我只能放弃。 卫是一门三个将军, 是我的爹娘和祖父。 在我六岁那年, 他们都死在了战场上。 我是被祖母抚养大的, 我不能让她伤心。 后来, 圣询美寄回三封信, 必然有一封会提及露妙。 他们一块帮扶百姓, 一块杀奸细, 一块救人。 其实在那时我就该预料到的, 露妙这个人会插入我和圣询之间。 我低下眼, 深吸了口气, 其实你为他做了那么多事, 我早该明白的。 圣询为露妙做了这么多事, 如果不是对喜欢的姑娘, 他何必如此劳心费力? 可圣询也为我做过。 我十三岁落水, 圣询为我执剑向郡主, 我十四岁那年大病。 圣询一步一叩手登山入寺, 为我祈福。 我十五岁吉吉, 圣询亲手向匠人学艺, 断了一支凤凰钻给我。 我十六岁被顽固为难, 圣询一剑伤三人要处, 亲身受了三十鞭刑。 我十七岁向往江南的春天, 圣询加鞭快马一月, 亲自从江南取来一株春桃树, 至今栽种在我房门前。 如今我十八岁, 他发重视要娶我, 转头却告诉我那都是戏言。 露妙是孤女, 他除了我, 在没有可依靠的人。 谈谈, 是我对不住你。 圣询缓缓说道, 眉目间都是愧疚。 我想我这时的脸色一定难看极了, 不过眨眼之间就有温热的液体 从脸上滑落。 圣询见我落泪, 立刻愣住, 谈谈, 你别哭。 他急忙上前就想为我擦眼泪, 可他身上陌生的香粉味 更快一步闯入我的鼻中。 我也后退了两步, 然后冷静地对他说, 圣小将军, 既有了爱慕的姑娘, 便要懂得分寸。 日后叫我喂谈就好。 他似乎还想说什么, 我朝他欠了欠身, 你往日送我的东西, 我会叫初初送到你府上, 就此别过。 我转身便走, 上马车前仍能看见圣询立在那, 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 然后就是红衣是火的路庙出现, 钻入他怀中。 我闭上眼, 在我记忆里的圣询, 一点一点地都化作飞烟, 回复当夜我便发起热来, 我一直昏昏沉沉, 总会梦到过往的画面。 尤其是圣询。 圣询本是圣侯爷和玉昌长公主的独子, 长公主但子血崩而逝, 圣侯因此就不太爱圣询。 圣询六岁, 跟随圣侯回乡归京的路上, 因为山匪圣询丢了。 这一丢便是两年, 直到我在随祖母礼佛图中, 捡到了满身脏泥的圣询和初初。 圣询与初初正在和一只野狗抢食, 不慎被野狗咬伤了手。 随行的仆人赶走了野狗, 我掏出祖母为我绣的圈帕递给圣询, 让他擦拾伤口。 就这样, 我把他们带回府。 圣询随我回府后, 为他沐浴的仆壁告诉我他浑身是伤, 谁也不知道这一路来他经受了什么样的艰辛。 圣询刚到府里的时候, 不爱说话, 初初会毫无顾忌地吃两碗饭, 圣询只吃半碗, 剩下半碗留着之后吃。 发现这一点后, 我特意把我藏了许多点心的白宝盒给了他, 让他吃个痛快。 后来圣询就不再这样了。 直到圣询身世的时候, 是在长公主忌日, 天上狂风暴雨, 我怕得很, 便去找圣询和初初。 到圣询房里时, 他正捧着一个不知何处而来的就白纸灯笼, 坐在门槛上。 我问他在做什么, 他说, 今天是我母亲忌日。 我自觉触碰了他的伤心事, 将秀里的桂花糖分给了他, 安慰道, 我娘亲也在天上。 我们是朋友, 兴许我娘亲碰见你娘亲, 他俩也会成为朋友。 日后娘亲入我梦, 我便让他托送消息给你娘亲。 后来我把事情告诉了祖母, 祖母认出了她。 认出圣询后, 祖母把她送入了宫中, 由作为长公主生母的太后照顾。 一是因为太后爱孙心切, 二则是因为那时圣侯的平妻已诞下赐子。 我因为父母缘故, 也常得太后照入宫照顾。 我和圣寻便是这样一块长大的。 圣寻小时候寡言但凶狠, 每当有不长眼的人欺负他, 他便会不死不休, 只有当我前去劝阻时, 圣寻才会停下。 许多人都说, 若圣寻是刀, 我便是唯一能收服他的刀鞘。 他们都错了, 陆庙才是。 恍惚间, 我梦到了狂风暴雨的那夜, 手捧着白纸灯笼的小圣寻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长成少年郎的圣寻。 他在雨中对我说, 谈谈, 你等等我。 我撑着游伞向前走, 对他摇了摇头, 我不等你了, 圣寻。 梦醒之后, 我才知我已经昏沉了五日。 外头风雨大作, 我从床上坐起, 依靠在床栏边, 瞧着窗帘外被打落的桃树叶。 轻轻地咳了两声, 我有气无力地对初初说, 你去把从前圣寻送我的东西都收拾一下, 明日就送到圣府上。 初初眨把眼, 问, 为什么? 我抿住嘴角, 摇一摇头, 我不要它了。 初初似懂非懂, 立刻起身去给我收拾, 嘴里还念叨着, 又惹小姐伤心, 看我不把它打成狗熊。 过了几日初初就收拾好了东西, 足足装了一个箱子, 里头有圣寻给我的宝石短笔, 有他赠我的云纱锦裙, 有贵重无比, 又独一无二的首饰头面, 也有他亲手速的两个阿福娃娃, 我全让初初送去圣府。 初初去圣府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去拾一派轻松, 回来拾一拾。 他说, 我已经把东西都给了管家, 不过那个陆姑娘真奇怪, 我本来是打算去揍她一顿的, 但路过她房门前, 发现她说的全是我听不懂的话, 我就只给了她两个巴掌就回来了。 我借着烛火月书, 翻过一页, 问, 什么话? 他只说系统, 男主什么什么。 哦, 他还说了, 圣寻经过道具, 总算快对他死心塌地了。 等攻略完了圣寻, 就轮到太子了。 翻书的手一顿, 我猝着眉, 觉得怪怪的。 攻略, 系统, 轮到太子。 我和尚书, 圣寻也在府里吗? 虽然不知陆庙的话是什么意思, 但我直觉判定 他说的不会是什么好事。 我得告知圣寻, 不料处处睁大了眼, 讲, 小姐, 你不知道吗? 那个陆姑娘得了重病, 几日间就形如枯稿, 圣寻去长安外的铜钱山 为他采药去了, 据说去了一夜了, 现如今还没回来。 铜钱山, 那儿生长着野兽, 圣寻一夜未归。 我拢了拢身上披着的衣裳, 放下手中的书, 照几个人来, 随我去铜钱山找圣寻。 便当时我无愧他和太后这些年对我的照复。 我怀着略微胶着的心情, 去了铜钱山。 幸运的是, 冒着淋漓的雨, 我刚上山就碰见了圣寻。 他衣服上都是泥巴, 手中拿着个木盒, 正牢牢护在怀中, 走路的动作也一瘸一拐, 手臂上还有着血迹, 不知是他自己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的。 圣寻见到我就愣住了, 他打量过我的马车和几个随行的人, 立刻皱住眉, 这样大的雨, 你来做什么? 话语比较之前更加疏离。 我扫过他身上狼狈模样。 原来他为陆庙也可以做到这种地步。 但我今日不是来粘酸吃醋的, 我吸了口气, 静下心绪对他说, 我听闻你一夜未回圣府, 担忧你出意外, 免得太后娘娘伤心, 才来寻你。 还有, 初出今日替我将东西送还给你, 路过陆庙房间时, 听他说了一些奇怪的话。 什么系统, 男主, 攻略, 他还提到了太子, 说只要攻略完你, 就轮到太子。 圣寻或许他并非良配。 讲完话, 我看向圣寻, 没料到他只是轻吃了一声, 对我道, 谈谈,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挑拨离间了。 我攥紧了手指, 手掌心握着的玉佩各得掌心疼, 那是玉昌长主留给他的东西, 在去年我的生辰, 他真儿众之地送给了我。 我不知道圣寻为何会如此想我, 一问道, 你不信我? 圣寻正在那, 然后很快地说, 即便是真又如何。 我圣寻仍旧喜欢他, 我和陆庙之间的事不劳他人插手。 谈谈, 你若是不甘我负了你, 也不必如寻常女子那样 边下作的谎言来污蔑陆庙。 他一段话说得我耳根发热, 是感觉被羞辱地热。 圣寻, 你维护你爱的人, 倒也不必这样羞辱我。 我未谈只是看在过往的情谊上来提醒你。 但现在看来是我多事, 这个还给你。 从今以后, 你我二人无需再见。 把手中的玉佩扔到他身上, 我躲入马车, 不愿再看他一眼。 自那天过后, 我就在府中静养, 从下到秋。 谢真三不五时地会来府中寻我, 告知我长安中风靡的事, 比如新出的烟制, 新酿的纯酒, 还有, 圣寻。 圣寻似乎与那位陆姑娘闹得不大好。 谢真说, 半月前, 陆庙就从圣府搬到了县军府, 搬家那日, 圣寻都没出现。 我如同听到一个无关紧要之人的消息, 道, 或许是又为陆庙寻什么奇真一宝了, 总归与我们无关。 毕竟上回听到圣寻的消息, 是他给陆庙下聘, 足足三十三台, 气得谢真骂了他们三日。 谢真认同我的话, 笑眯眯地凑近我, 过两日就是赏聚会了, 在长安郊外的清园举行, 你和我一块去好不好? 你都好久没和我一块出去玩了。 看着他半撒娇的表情, 我把手中的丝线脚断, 敲敲他脑门, 全依你。 直到赏局会那日, 我和他一块去了清园。 谢真见到了太子, 立马眼睛发亮, 扯扯我的衣袖, 对我眼神示意。 他追逐太子也有十年, 我只好硬了。 和初初在回廊上行走, 可刚走过一道门时, 我叫初初却没听见他回答, 回头看他, 他已经倒在地上。 一瞬间, 我全身的寒毛竖起, 正要喊人的时候, 一双习武的手捂住了我的嘴。 那人把我一路带到了一辆空荡的马车上。 我在马车上等了许久, 终于听到了脚步声, 然后就有人掀开了马车的帘子。 身着锦绣红衣的陆妙正看着我, 他头戴金钗, 脸上铺了粉, 却还有几分憔悴模样。 怎么会是他? 正当我疑惑的时候, 他先开口了, 我原以为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下, 没想到横生出了个你。 魏坦, 你就这么贱, 一个不要你的男人, 你也费心地扒着。 我双脚双手被复住, 压根无法动弹, 猝着眉对陆妙说, 陆姑娘, 你和圣巡之间如若有矛盾, 可以自行解决。 我是卫府独女, 我若出了事, 哪怕是圣巡也护不住你。 陆妙露出一个轻蔑的笑容, 什么卫府独女? 不过是个设定罢了。 我才是女主, 你们这些NPC都是要为我服务的。 我就算把你杀了, 谁也奈何不了我。 紧接着她的表情又阴沉下来, 冷冷地看着我, 如果不是你, 我也不会卡这么久。 圣巡她也不会。 我心里发寒, 挺稳住气息问陆妙, 你说的都是什么意思? 陆妙眯起眼睛, 凑近我, 轻声道,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这个世界不过是我的任务, 只要他们都爱上我, 我就能登上最高的位置。 但圣巡那出了点差错, 不过没关系, 我还有最后一样道具, 一切都能回到正轨。 我和陆妙一块被绑在了足有十余米高的高楼之上。 在我们身后, 是仆王世子的部下。 听说自从大长公主府中的事过后, 仆王世子荒淫无度, 跋扈欺人的事也被挖出来, 仆王府一再被盛寻打压, 仆王也被世子所作所为气死, 而仆王世子最后被御使们联合弹劾, 判了勇士不得回长安的惩罚, 不知他和陆妙是何时搭上关系的。 我和陆妙双手都被粗绳绑住, 悬在头上, 站在栏杆上。 秋天的风很凉, 我的嘴也被一团不堵住, 无法出声, 直到我看见了纵马而来的圣巡等人。 初初跟在他身侧, 一见到我, 连忙向我奔来, 大喊着我, 小姐, 小姐。 仆王世子站在我和陆妙身后, 他急得意地看向楼下赶来的圣巡, 手中匕首亮着寒光。 圣小将军, 没想到我还在长安吧? 圣巡是匆忙赶来的, 数月不见, 他身形竟有点消瘦, 冰冷得眉眼格外俊朗。 他的目光似乎在我身上停留片刻, 又投向陆庙, 十分冷静地道, 放了他们。 要什么我都给你? 他们。 圣小将军, 你可不能太贪心啊, 仆王世子仰头一笑, 手抚上我的脸, 为小姐不愧是长安有名的贵女, 不光长得好看, 身上都是香的。 嘖嘖, 陆庙也是个庙人, 圣巡, 这样好的两个女子, 你凭什么都要? 我别开头, 却听破空声, 一支箭掠过我脸颊, 定入我身边的柱子。 圣巡缓缓收工, 少年郎的面色格外寒, 他冷然道,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放了他们二人, 否则, 我的下一支箭, 射杀的便是你。 仆王世子倒是丝毫不怕, 他冷哼一声, 那要看是你的箭块, 还是我的刀块。 圣巡, 我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要选谁。 圣巡愣了一下, 我看见陆庙的眼里滴下泪水, 他看了我一眼, 满是运筹帷幄的得意。 然后圣巡缓缓道, 陆庙, 放了, 陆庙, 我心中蔓延出良意, 果然如此, 十年相伴, 到底不及他心头所爱。 下一刻, 只见仆王世子手中寒光一闪, 我手上的麻绳都被割断。 狮众赶袭来, 我直接往下坠, 我闭上眼, 随着利剑破空 和仆王世子的惨叫响起, 意料之中的痛楚 却未曾袭来。 恍然间, 我听到了骨骼被砸碎的声音, 还有女子的闷横, 我睁开了眼睛, 初初垫在我的身下, 双手正死死地抱着我, 圆圆的脸上表情痛苦。 他张开嘴, 似乎想说些什么, 可是血不断地从口中涌出。 小姐, 小姐, 我颤抖着俯下身, 想去捂她的嘴, 然后就见到初初放松的一笑, 说道, 还好, 接住小姐了。 再无声息,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直直地盯着初初大睁着的双眼, 为她盖上了眼。 陆庙和圣巡就在我不远处。 我抬起头, 看见圣巡正拥着被救下的陆庙, 眼睛却和我对视着。 喉间一股兴气向上涌, 我咳嗽了一声, 热流从口边漫出, 我伸手一抹, 原来是血。 圣巡见到那抹红, 身形一愣, 原本放松的表情也拨动了起来。 圣巡在那一刻松开了陆庙, 向我奔来, 义无反顾的模样像极了从前。 不知是不是我看错, 在陆庙拦她的时候, 她居然抽出了腰间佩剑, 砍下了她手掌。 圣巡奔至我面前, 一双手拥住我。 平日意气风发的面容上, 尽是无措,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带你去找医师。 我争不脱她的怀抱, 只好把头搁在她肩上, 在她耳边轻声地说, 圣巡, 处处死了。 若她没接住我, 死的就是我。 圣巡啊, 你就真的那么爱她吗? 她的手臂在发抖, 热泪滚落入我颈尖。 赏局会一事惊动长安, 为家到我这一代, 虽只有一个孤女, 但我父母生前与人交好, 和大多武将关系都很不错, 加上旧部也有几位在朝中颇有话语权, 所以婆王世子直接被陛下致罪, 废为庶人。 身受重伤的他被投入诏狱之前, 供出了同谋, 陆庙。 陆庙却早已不见踪影。 陆庙虽不见, 但圣巡还在, 陛下直接罚了他二十军棍。 他受刑的时候, 一生都没坑, 只在受刑后, 陛下结问他食流了泪。 听说陛下问的是, 你如此辜负为家女, 当真是连你父亲都不如。 因为赏局会一事, 我暂居长安外的云都冠修养, 日子过得平静。 直到出雪落下那一日, 平静被打破。 我正和一位女冠商讨给初初做法师的事宜, 虚掩着的门被人从外撞破, 一个浑身是血的人滚进了门内, 把我吓了一跳。 那人看清了我, 连忙爬到我面前, 我这才发现他缺了一个手掌。 他向我不停磕头, 哭着道, 你果然在这儿。 圣寻他疯了, 什么都没用了, 他折磨了我那么久。 那么久,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你帮我, 帮帮我。 居然是陆庙。 我看着他没一处好皮的脸, 出神地想起了初初。 初初承接了我下坠的重力, 浑身筋骨巨断。 于是我笑了笑, 语气漫漫, 圣寻怎么了? 你告诉我, 我就帮你。 陆庙额头上都是血, 他神智已有点不好了, 又哭又笑地回答了我。 他说, 我的这个世间是个话本。 圣寻是男主人公, 而我是女主人公, 他来到这个世间, 就是要靠攻略男主 和其他男子生存。 圣寻在遇到他之后, 因为他身上系统的影响, 对他生了好感, 攻略值也很高。 但在和我的几次见面后, 攻略值下降到激进五。 若是攻略失败, 陆庙的系统就会消失。 于是, 在圣寻翻墙见我之后, 他使用了向系统兑换的道具, 让圣寻放弃了我。 可他没想到的是, 在采药和我见面后, 圣寻的攻略值又下降了, 所以他才会想杀了我。 在高楼那日, 他本以为自己会扫除我这个障碍, 却没想到在我吐血之后。 圣寻的攻略值直接降到了零, 系统断定他攻略失败, 立刻消失。 然后圣寻就亲自率人抓捕了他, 但并没有第一时间把他送入诏狱, 反而是日日折磨。 他趁机跑出, 来到了这找我。 在他说完后, 有人明火直障, 兵甲相碰声响起。 一个穿着悬衣, 竖着马尾, 带着银棺的人一刀制来, 精准地把陆庙的手定在了地上。 正是圣寻。 血液似箭, 我闲雾地起身后退。 圣寻见到我, 原本冰冷的神情, 消融成了无措。 他换我名字, 是我的错, 让他扰了你的清静。 我拢住秀, 心中无比平静, 毫无波澜地对他讲, 带他出去, 别脏了我的眼。 他模样苦涩, 但还是叫手下前来抓起陆庙。 陆庙像是条垂死的鱼不断扑腾, 看见圣寻还想和我说话, 便尖声高喊, 圣寻, 你如今冲什么好人? 你想挽回他? 做梦? 你若无意分动真心, 我使出浑身解数, 也无法动你分毫。 你以为你对他的爱 毫无瑕疵吗? 不可能。 圣寻的脸刷的一下变白, 他吼道, 还不把他带出去。 随即又上前一步, 颤着手想触碰我的衣袖。 他说, 谈谈, 你别信他, 你不是恨他吗? 我明日就将他凌迟, 替初初报仇。 你别信他, 好不好? 我这才发现, 和圣寻不相见的这些日子里, 圣寻也憔悴了许多, 一张脸愈发消瘦。 想到陆庙刚刚的话, 我说, 好。 圣寻呆了一瞬, 没想到我会如此好说话, 便又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那你, 那你随我回长安可好。 我也说, 好。 于是我随圣寻回了长安。 无他, 只因为我在玄斗关的每一日, 都会见到他在外守候的身影。 我不想因我打扰到别人。 圣寻以为我要和他重归于好, 在我回长安的第一天, 就送来了一对金段的鸾钗, 钗头衔着明珠。 他送来时, 面上含着笑, 我去遂出征前轻描的花样, 如今才打好, 你喜不喜欢? 我瞥了眼鸾钗, 放在一旁, 问他, 你不是要将陆庙凌迟吗? 我想去看, 可好。 提及陆庙, 圣寻笑意一将, 他说, 好。 陆庙在一个情日里凌迟, 我就坐在一旁观形, 总共用了九百刀, 行刑期间, 一直用参汤吊着他的命。 关到一半时, 我忍不住呕吐, 圣寻亲自为我擦去会物, 递水给我漱口, 说, 若看不下去, 不必勉强。 我原本含笑着望他, 然后变了表情, 一派冷然, 我都见过初出筋骨巨断。 更何况他, 从椅子上起身, 我拂袖打落他手上的瓷斩, 讽刺道, 难不成你心疼了? 瓷斩碎裂开, 看见圣寻愣住的神情, 我感到了一丝快意。 我怎么会和你重归于好呢? 我们之间, 可是横着一条人命啊。 从那之后, 我对圣寻愈发地恶劣起来, 他每日下朝后, 会亲自买来我平日最爱吃的酥饼, 送到魏府。 送到我手上时, 还是热乎乎的。 时下正值冬日, 我盯着他胸口处的几点油渍, 想他是捂在怀中, 为我送来的。 我在他期盼的眼神下尝了一口, 然后就掰碎了喂给新养的黎奴, 对他说, 我不喜欢沾着别人气味的东西, 日后将军别送了。 圣寻张了张口又闭上, 指得硬了, 我知道了。 我明白他想说什么, 因为从前他也是这样带酥饼给我吃, 那时候的我只会为他擦擦衣裳, 然后和他一块分酥饼吃。 与我对他的冷淡相比, 圣寻对我却越发纵容。 哪怕是他生辰那日, 我应了会去他府中道贺, 转身便和谢真去了南风馆, 在水畔戏台欣赏新来的官人奏乐起舞。 圣寻找来时, 已经是夜里, 想来他等了我许久。 他特地穿了身促新的锦衣, 在我面前施了态。 未谈, 你要我怎么做才能原谅我, 才能不这样对我圣寻泛红着眼, 语气中竟有几分可怜。 我唇盼带着笑, 对他道, 圣寻, 我知道你身不由矣。 可陆庙也说过, 若你不动心, 他也无法动你分毫。 我能理解你, 认识谁在流箭之下救我, 和我一块上阵杀敌, 我也会心动。 从桌旁起身, 手触摸着圣寻的心口, 垂下眼, 不若这样吧。 你从这跳下去, 让我开心了, 我就不恨你了。 水畔戏台下是湖水一片, 上面浮着莲花朵朵, 圣寻泛红地眼盯着我, 然后对我露出个笑, 只要谈谈开心便好。 说吧, 他转身跳入水中, 激起水花和猪人的惊呼。 我站在台上, 俯视着从水中冒出头的圣寻, 我能做到的, 也只有不恨他了。 圣寻跳水之后, 我随他一块回了圣府, 这人煮了驱寒的姜汤后, 又为他擦拭了头发。 在圣寻喝姜汤的时候, 我拿出了一样东西, 听祖母说下个月你就要出征了, 这是面护心境, 便算是我给你的生辰礼了。 在圣寻惊喜的眼神下, 我把护心境递给了他, 望着烛火明暗下的他, 我说平安回来。 我恨圣寻, 恨他对陆庙动心, 让陆庙钻了纰漏, 间接导致初初的死。 可我又不能像恨陆庙那样 全心全意恨他, 想让他死。 他也是身不由己, 更何况, 他还是朝中英武无敌的大将军。 边疆的百姓需要他, 太平的盛事也需要他。 圣寻接过护心境, 他的手指在上面抹撒着, 他认真地看着我眼睛, 说, 谢谢你, 谈谈。 我们的关系就此缓和了下来。 一直到圣寻出征那天, 我穿了身心肠, 为他送行。 日光正好, 圣寻本旗在战马上, 一身银甲, 异役生辉。 见到我时, 他从马上下来, 又恢复了从前那副 意气风发少年郎的模样。 他道, 谈谈, 等我回长安, 我便向陛下请旨赐婚。 我没有正面回答他, 只是替他胆了胆肩上沉, 那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我在长安等你。 圣寻得到我的许诺, 竟然犹疑了一瞬, 问, 真的吗? 我说, 真的。 他这才点头, 号角吹响, 大军出征, 我站在城楼上, 随着地后目送着大军离开长安。 到看不见圣寻的影子后, 我才跪下, 向陛下行了叩首之礼, 陛下。 臣女已稳住了圣寻的心, 陛下也要应允臣女一件事。 陛下称帝十余仔, 气度威严。 他也算是看着我长大, 不由叹气, 自然, 不论什么事, 朕定会见诺。 我这才放心, 我低垂着头, 真心实意地对陛下说, 圣寻之后爱, 臣女再承担不起。 臣女只愿能和祖母 回祖母故乡江南, 平静度日。 至于圣寻, 日后嫁娶, 各不相干。 陛下命人扶起了我, 他道, 允了。 我在江南住下一年有余, 从旅人口中 听到了圣寻的消息。 江南的桃花开了, 而圣寻侵灭戎敌八部落, 平定边疆回朝, 陛下封他为鹦鹉侯, 赐金万两的事迹 也传到了江南。 知道这件事时, 我正在和侍女云蓝一块儿拣选 才衣上的心不料, 从旅人口中听到她的姓名时, 心中波澜不深, 却还是出神了一瞬。 他终究是成为了所向披靡的大将军。 回府用午饭时, 把这事和祖母提起, 祖母笑了笑, 问我, 谭谭可是后悔错过他了。 我还没回答, 云蓝捧着一个精雕细琢, 系着红带的木盒进来, 他欠了欠身道, 有人放在门口, 不知是谁。 我让他打开。 云蓝边打开木盒, 边打去道, 说不准是林家那位面皮薄的公子, 又得了什么古籍, 拿来献给小姐呢? 哎, 这是, 他看着木盒里的东西, 一时说不出话, 那是一面洗得干净的护心镜, 上面有着剑痕, 我对云蓝说, 收起来吧。 见我正了神色, 云蓝忙把东西收起来, 而我这时候回答了祖母, 不回。 长安的春日很好, 但对如今的我而言, 江南的春更好。 故事二, 近些天来, 我日日都要去国师府, 众人皆以为, 自小顽劣的万宁公主, 竟也开始修身养性, 一心向善了, 却不知, 我只是为了能多看两眼, 那个清冷俊美的国师。 国师与我, 在府中的白色铺团上相对而坐, 他修长白皙的手指, 轻轻端了一杯心道的茶水, 逼给我。 殿下, 请。 我双手接过, 指腹悄悄贴上他冰冷的指尖, 国师不动声色, 迅速收回了手, 神色如常。 殿下今日可还有疑惑, 雕花木窗外, 树影摇曳, 光滑轻落。 国师眉眼清浅, 风轻云淡, 他与晋川实在是太过相像。 初次遇见国师时, 我正坐在一棵银杏树下。 我不愿意去见皇兄, 也不愿去见嬷嬷。 我不愿见任何人, 因为他们都说, 晋川已经死了, 死在了宫下七国都城的前一天。 他的死讯, 与前线胜利的喜讯一起送入宫中。 我听到消息, 闯进大殿时, 皇兄正坐在龙椅之上, 面色悲戚, 写着追风晋川的照令。 我提着裙摆穿过街下垂首而立, 沉默凝重的文武百官, 冲上御台, 将照令撕了个粉碎, 白茫茫的纸片漫天洒落。 我看着皇兄惊恶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 不, 晋川没有死。 晋川怎么会死? 他身安兵法, 武艺高强, 一柄青龙剑在手, 便可于战场中七进七出, 无人能挡。 敌国将领剑之, 接文风丧胆, 气凯丢车。 三年前, 曾不费一兵一卒, 便将敌军喝退百里之外。 自他任将军之之后, 还未尝一败, 包括这次也不例外。 与我们离国缠斗了百年之久的七国, 终于愿意归顺。 家国安宁, 将士也不必归期不定。 可谢甲归田, 享天伦之乐。 他们却说晋川死了。 我是不信的。 因我闯了大殿, 还撕了诏令, 皇兄罚我闭门思过。 全且算安慰阶下群情激愤的大臣。 皇兄待我极好, 就算我在任性妄为, 他也不会真的处罚我。 我依旧可以在宫中自由走动, 因禁足的游子, 倒是省去了各处拜访请安的功夫。 我正好谁也不想见, 索性每日偷偷溜出我的万宁殿, 找到宫中御花园里, 那棵唯一的银杏树。 那是我十三年前, 出狱进川的地方。 下馋锅灶, 树影斑驳。 我仰头, 看着暖色的光亮在眼前缓缓落下。 叮, 远处传来了清脆的声响。 我寻声望去, 一人身着耐衣, 手持佛珠, 脸眸垂首, 自一旁的青石小路上走过。 我看着他如玉刻般完美的侧颜, 喃喃唤出声。 静川, 那人文言, 脚步默然停下。 静川, 真的是你。 他的反应让我更加确信。 我飞奔过去, 用力抱住了他。 怀中真实的触感, 令我安心。 他们都说, 你死了, 我不信, 我一直在等你。 我抽掖着, 胡乱说着什么。 这些天积攒的委屈, 全都从眼眶中滴滴落下, 沾湿了他胸前的衣襟。 那人的身体微微僵硬, 轻轻推开了我。 手中佛珠, 清脆作响。 微尘十月, 并非尽穿。 他的声音清清冷冷的, 似是夏日中的一片冰魄。 我这才抬起头来, 泪眼朦胧地细细看去。 他眉若见阴, 眸如落狱。 那一只下, 玉骨冰激, 白皙细腻, 却仍具力量感。 只是面上神色, 不似近川明媚, 反而淡如霜雪。 无悲无喜的眸子里, 静静映着我喜极而泣的模样。 后来, 我问了皇兄才知道, 我与世隔绝, 不问世事的这些天, 宫中国师因年事已高, 告老还乡了。 那日, 被我的眼泪鼻涕, 蹭满了钱金的男人, 便是新来的国师。 之所以与静川如此相像, 是因为他是静川的胞弟, 十月。 殿下今日可还有疑惑, 是有一事想请教国师大人, 我会看着他将眉眼 弯成最楚楚可怜的弧度, 世间可有圆满, 完满者少, 不得者重。 万望殿下陌生执念, 如今修去便修去, 若密了时无了时, 十月嗓音清冷, 如鼓鼓山泉。 我正惊微坐, 洋装认真, 眼睛却只顾着 看他射人心魄的脸庞。 这几日, 我只要一得空, 便会来国师府坐坐, 聊以慰藉相思之苦, 只是这国师实在是个木头。 我一靠近他, 他便会立刻后退一步, 拉开距离, 拿着他那串破珠子, 抬手作音, 说什么微臣罪该万死, 冒犯了殿下。 思极此, 我不由服额叹息。 殿下似是乏了, 十月眼眸明亮, 清澈无尘。 微臣送殿下回宫。 我听他裸里巴缩说了一大堆, 耐心确实快要耗尽, 想着明日再来也无妨, 索性跟着他起身。 许是起得急了, 眼前突然一黑, 头晕目眩起来, 我仰头便要摔坐回地上, 一只手臂捞住了我的腰肢, 我便落入了十月的胸膛。 他指尖的温度, 透过夏日轻薄的纱裙, 从腰间传来, 檀香缭绕间, 空气陡然升温。 我抬起头, 鼻尖堪堪滑过他清冷的薄唇。 这些天, 我虽日日都见十月, 但还从未离得如此之近过。 不愧是晋川的弟弟, 无论怎么看, 都看不出与晋川的区别来。 我心满意足的侧头, 轻轻靠上了十月的尖头。 他垂眸看我, 眼神却愈发冷冽, 腰间宽大的手掌忽然一松。 我又跌坐回蒲团之上, 微臣十月并非进川。 十月的声音很冷, 他白色的衣角, 随着他后退一步的动作, 晃动摇曳着。 微臣还有急事, 殿下请回吧, 恕不远送。 我独自出了国师府, 转头便去了皇兄的长庆宫。 门口的侍从见到是我, 恭敬地垂下头, 为我打开了殿门。 皇兄正邪倚在榻上, 怀里拥着美人。 吃着洗净切好, 由美人的鲜鲜御手 送到嘴边的瓜果。 参见公主殿下, 美人起身, 向我迎迎一拜。 我笑着将她拉起, 阿佑, 你如今已是我的皇嫂, 不必再拜我了。 她的手还是那般娇小柔弱, 一如从前。 阿佑曾是我的贴身丫头, 去年有一日, 我派她去给皇兄送桂花糕, 出去的时候还是阿佑, 回来的时候却变成了木桂人。 我还记得那时, 她娇小的脸上 哭得梨花带雨, 不愿意与我分开。 现在得了闲, 阿佑也常去我宫里, 陪我烹茶唠嗑。 我们之间的感情 到位疏远。 阿佑握着我的手, 抬眼瞧了瞧我的神色。 她是最了解我的, 便找了个借口告辞, 不再打扰我与皇兄叙话。 圣上这个皇帝 当得可真滋润, 不像我, 还是孤苦伶仃一个人。 见阿佑走了, 我坐在皇兄的软榻上, 抬手用衣袖, 沾了沾眼角并不存在的眼泪。 皇兄一扫刚刚地慵懒, 坐直起身来, 佯装着急。 阿辰别哭了, 只要是阿辰想要的, 我都为你找来, 可好。 皇兄这话倒是说得不假, 自小到大, 只要是我开了口的, 他没有不对线的。 就连我说想要天上的月亮, 他也会把东海尽线的, 四海之内仅此一颗的夜明珠, 送给我。 任我用夜明珠当夜间如厕的光源, 也毫不弃恼。 那你帮我找一个男人吧。 我放下手臂, 脸上站出灿烂的笑容, 想进川就行了。 皇兄挑眉, 我本以为, 新来的国师十月, 甚合阿辰心意。 不, 不合心意。 一想起他, 我跌坐在蒲团上的屁股, 又隐隐声腾起来。 皇兄抿了抿唇, 似在憋笑。 我早就听闻, 这国师高冷得很, 就连离国第一花魁向他示爱, 他都不曾动摇丝毫。 阿辰也莫要灰心, 绝不是我们阿辰不够好看。 我拿起手边的果子, 便向他砸去。 皇兄连忙伸手接住, 轻轻喉咙, 收起了笑意。 端起一旁的水晶琉璃盏, 放入我的手中。 磕磕, 阿辰放心, 明日一早, 我便将符合要求的男人 送到阿辰眼前。 只是我时事不知, 阿辰如何这般倾心于尽穿。 皇兄不解。 我看着手中晶莹剔透的琉璃盏, 里面放着包好喜敬的岭南荔枝, 捡了颗最大最圆的荔枝, 送入口中。 轻轻一咬, 甘甜的汁水溢满唇齿。 我倾心晋川, 大概是因为, 晋川是我过去如梦眼般的 无尽长夜里, 黑暗中的那轮明月吧。 我与皇兄是在冷宫中出生的, 母妃一生下我们, 便上吊自尽了。 为皇兄取名清末, 为我取名清晨, 亦为末路归尘。 我想, 她应当是恨透了那个至尊之人。 那时的皇后, 膝下无所出, 便收养了我们。 我们得以与其他皇子公主一样, 锦衣玉食, 休息功课。 只是皇后有一个奇怪的行为。 每至夜晚, 便会将我与皇兄做一样的打扮, 并让我们换榻而眠。 直到我六岁那年的纪月节, 我才知道原因。 皇后是以我为幌子, 保住皇兄的性命。 皇后无所出, 领养的皇兄便是嫡子。 后宫里谁人不眼红? 自然是暗中筹谋, 想除掉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爱眼皇子。 季月节那晚, 我没有如皇兄那般 只知放烟花, 看花灯。 而是认真完成了太妇布置的功课, 又预袭了明日的功课后, 才吹灭烛火, 安心就寝。 半夜却被颠簸而醒, 睁眼发现一片漆黑。 原来被人蒙了眼睛, 扛在肩头, 快不跑着。 我刚想大喊救命, 身体却突然失重。 冰冷的水便在一瞬间淹没了我。 我漠然清醒, 却无济于事, 因为我不会游泳。 我努力挣扎, 却只能看着自己一寸寸下沉, 一步步变冷。 我仰起头, 透过水波, 看到了天上的月亮, 很圆, 很亮。 我向着月亮伸出手来, 冷水慢慢没过我最后一寸之间。 这时, 一只温暖的手掌握住了我的手, 牵着我, 将我送到了岸边。 融融月色, 为那人稚嫩的眉眼, 赋了一层冷气。 看着白子娃娃般精致秀美的面容, 我一眼便认出了 她是牧家的小少爷。 夜晚的秋风很冷, 金黄的银杏叶随风飘落, 劫后余生的我 缩在她温暖的怀里。 她比我高出一头, 在她怀里, 我无比安心。 她也不言语, 只是静静抱着我, 任由我用眼泪和鼻涕 将她胸前衣襟抹了个遍。 我回宫见到皇后, 讲了来龙去脉, 但隐去了静穿救了我的部分。 皇后不肯善罢甘休, 大半夜闹到了父皇那里。 父皇下令彻查, 查来查去, 竟查到了贵妃头上。 后来, 贵妃因残害敌皇子, 被降了位分。 为什么理由不是残害公主, 而是残害皇子? 因为我那日做的是皇兄打扮, 外加我们是孪生兄妹, 相貌十分相像。 当我穿着上在滴水的湿衣服, 被皇后抱到皇上面前, 哭诉皇兄险遭毒手时, 无一人起疑。 皇后让我三肩齐口, 不要将真相说出去。 我便真的没有说过半个字, 就连晋川应该也以为, 那日他救的是皇兄吧。 但我却知道, 若是没有晋川, 我连活下来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不知如何报答他, 只好把心许给了他。 他自小便跟随 附江驻守边关, 一年回离国都城的次数, 屈指可数。 每次见他, 我都要换上最喜欢的新衣裳, 在他周围花枝招展。 晋川少年为将, 眉眼早已被沙场磨得锋利。 若神色一脸, 那摄人气场, 可令百万将士拜扶。 但当他看向我时, 灵力的利爪, 便会被他藏在温柔的眸子后。 温顺的锤下总是高昂着的头颅, 任我将他额前碎发揉乱, 如同一只被驯服的小狼。 每次分别, 我都极为不舍, 眼巴巴盼着下一次见面。 谁知, 他却再也没有回来。 自我六岁那年, 捡回一条命后, 便更知及时行乐的可贵。 皇兄却像换了个人, 不再整日吃喝玩乐, 对功课竟无比上心。 再加上父皇自落水事件以后, 也更加关心皇兄。 皇兄在皇子们中的威望, 竟一日日高了起来。 再后来, 皇后自己的孩子出生了。 他虽仁慈, 但并非毫无瑕疵的圣人。 我与皇兄又回到了无人问津的角落。 阿佑便是那个时候来到我身边的。 阿佑自小瘦弱, 其他皇子公主都不要他, 他才来了我的宫中。 若我也不要他, 他便会被发配到夜庭, 干更重更脏的杂活。 我看了看自己空荡荡, 只有两三侍从的万宁殿, 把阿佑留了下来。 那段时间, 我与阿佑虽然贫穷, 但苦中作乐, 日子倒也没有过得那么不堪。 皇兄有夺嫡之意, 失去了皇后的支持, 自然也是万分艰难。 每日都很忙, 但他晚上若得空, 便会来找我。 我,阿佑,皇兄便坐在公园里的藤木摇椅上, 摇摇晃晃地说着闲话。 现在想来, 莫不是从那时起, 皇兄就看上阿佑了。 我也不太确定, 因为我那时对周围并不太在意, 若过于敏感, 只会让长夜更加难免。 所以我只顾着 关心自己会感到开心的事。 还记得有一次, 我拿着陶土茶杯, 看着杯中茶水一摇一晃间, 映出了夜空中明亮的月色。 我高兴地同皇兄和阿佑说, 你们看, 这是我的月亮。 月亮在我心里, 代表着很多事情。 代表着忙碌了一天的皇兄, 会来找我唠嗑, 代表着宫中的日常, 终于落下帷幕, 我可以安心缩在自己的宫里, 不再会被旁人鄙夷与唾弃。 也代表着, 我被晋川捞起时, 悬于我们头顶的那轮明月。 我拿着盛着月亮的茶杯, 痴痴地笑着。 皇兄突然抱着我, 说, 阿晨, 总有一天, 我会把月亮给你。 我本以为他只是随口一说, 谁知他记了许多年。 去年, 父皇驾崩, 传位于皇兄。 登基当天, 皇兄便将四海内 唯一的那颗夜明珠 赐给了我。 皇兄的效率很高。 第二天, 便将一位公子 带到了我的面前。 皇兄以有要事相商为由, 将那公子照到长庆殿。 我便躲在屏风后, 偷偷观察。 他是广阳侯的世子, 家境与我勉强般配。 最重要的是, 恍惚看去, 真的与晋川有几分神似。 我的眼睛围着他转了一圈, 感觉身形似有些瘦弱, 不像晋川, 常年征战沙场, 生得结实匀称。 不过, 眉眼间能有三分相, 便已是他的福气了。 反正没有一个人 是真正的晋川。 那么, 谁来当替身都无所谓。 待广阳世子走出长庆殿后, 我便迫不及待地 从屏风后跳出。 什么时候可以送到我宫里来? 皇兄正坐在 刘金木案前批阅奏折, 闻言, 瞥了我一眼。 我好歹要给广阳侯几分薄面, 总得三输六聘, 八台大轿。 把他的宝贝儿子 给你抢过来吧。 那, 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皇兄和尚手中奏折, 翻开了下一本, 头也不抬地回我。 哦, 已经问了名, 接下来要算和婚八字, 已经送到国师那里了。 我好像听到了 什么不得了的名字。 什么? 送到? 哪里? 了? 我小心翼翼地确认着, 你们的生辰八字, 已经送到国师府了。 阿臣的婚姻大事, 马虎不得, 自然要请国师来推演。 皇兄又换了本奏折, 顿了顿。 我知晓阿臣必定满意, 一早便差人送去了。 现在, 国师应当推演完了, 若是大吉, 我便立刻下旨, 将那广阳柿子替你定下来。 我想了想, 似是没有什么不妥。 十月既不惜我接近他, 我另寻他人, 他总不会仍旧不惜吧。 回万宁殿的路上, 远远便看到一个人 站在我的殿门前, 云衬挺拔, 长身而立。 这个身影我是万万不会认错的。 十月侧头, 看到了我。 距离有些远,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遣散了侍从, 硬着头皮走到他面前。 国师大人前来, 有何要事? 十月并不言语, 只是垂眸看我。 从来清澈的眼眸, 此时却晦暗不明, 看着他与近川如出一辙的脸庞。 我像是做错了事一般, 我前脚勾引完十月, 后脚便与旁人算和婚八字。 在他心里, 我定是个朝三暮四的坏女人。 但是, 我又为何要在意她的看法? 我仰头, 毫不畏惧地迎着她的目光。 对时半赏, 十月风轻云淡地笑了, 笑意却不达眼底。 殿下可是看上了广阳侯的柿子。 是, 待国师大人推算完毕后, 皇兄便会下旨, 我便可与柿子。 我话还没说完, 十月脸色一沉, 他向我走了一步, 便如何? 我不由倒退三步, 后背靠上了朱红的宫墙。 夏日烈阳炙热, 如同十月看我的眼神。 他一向清冷自迟, 我还从未见他如此失态。 十月踩着泛光的青石路, 两步走到了我我的身前。 我便被笼罩在他檀香味的影子里。 十月伸手附上我的腰, 如狼摁住了自己的猎物。 我心下一惊, 立刻用力去推, 竟推不开。 他好白的手腕间, 不见了那串 与他形影不离的佛珠。 十月, 你要干什么? 我顿时慌了, 心脏几乎要跳出喉咙。 选我, 可好, 他的声音很轻, 几乎要淹没在 下馋生丝力竭的鸣叫里。 我更像他, 在国师的强烈要求下, 他成为了晋川的替身。 先前总是将微臣十月, 并非晋川挂在嘴边的十月, 坐起替身来, 竟也是尽职尽责。 我依旧日日去国师府, 只是不再与他相对而坐, 而是与他坐于一侧, 舒舒服服窝在他的怀中。 十月修长白皙的手指, 轻轻念着一本书, 另一只手, 则稳稳揽着我的腰枝。 他若口渴, 我便端了茶杯, 递到他唇边。 书中若有晦涩难懂的句子, 我也会抱着他撒娇, 要他讲于我听。 但更多时候, 我会看着窗外神游, 然后悄悄叹息一声。 十月揽着我的手, 微微僵硬, 并不言语。 一日, 我到国师府时, 十月正坐在窗边, 提笔写着奏折。 我同往日那般, 钻入他怀中, 浮上他的肩头。 陪我吗? 我埋在他温热的肩窝, 撒娇道。 殿下莫及, 十月也同往日那般, 用清冷的嗓音回我。 我便准备乖乖等他, 谁知他炽热的左掌, 已然俯上我的肩头, 又顺着后背轻轻而下, 带起一片酥麻。 我呼吸一致, 急忙抬头看他, 却见他依旧垂手脸眸, 认真看着笔下的奏折, 他整日清心寡欲的。 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把戏? 看着十月清淡的眉眼, 我却有些口干舌燥, 回身捉住了他的手, 气急败坏地喊道, 十月, 十月笑了, 手腕微动, 便与我食指向我, 我被他牢牢锁进了怀里。 我脸颊滚烫, 十月却笑得如暮春风。 十月待我虽好, 却也不是事事依我。 国师府里, 物件摆放皆是干净素雅。 唯有我们平日喝茶的那面墙上, 挂着一柄长剑。 我嫌他碍事, 想取下来放进木柜里。 十月却出现在我身后, 伸出骨节分明的手指, 便将扣住了长剑。 殿下这是做什么? 他的嗓音有些冷硬。 我回身善善地笑着, 我嫌他碍事, 想把他收起来。 再说, 你不是不会使剑吗? 他自小便去了皇家寺庙, 哪里学过什么剑法? 却见十月将长剑 重新放回墙上, 动作熟忍利落, 不碍事。 想来, 这是静川的青龙剑。 把青龙剑挂在这面墙上, 可时时看见, 时时怀念吧。 下言见去, 秋雨徐来。 继月节的前一天, 熙熙丽丽下起了小雨。 十月替我撑着油纸伞, 送我出国师府。 清寒雨季, 让本就清冷的他, 更添一分出尘。 而他温暖的手掌, 现在正缓着我的腰。 薄唇清起, 低声说着, 小心露滑。 我仰头看他, 他垂下眼帘, 挥看着我。 我便映在了他清淡的眼眸中, 我不由勾了勾唇, 拽着他的衣巾, 微微合起双眸, 点起脚尖。 十月身体一僵, 他猛地侧过脸去, 我的嘴唇只堪堪擦过他的下巴。 十月并不看我, 嗓音嘶哑。 殿下, 微臣, 呆子。 知晓他又要说他的八字真言, 我气恼地打断了他, 手指轻轻抚上他的薄唇。 十月, 你可知, 早在十三年前, 我便已心悦于你。 十三年前, 落水那晚, 我便知道, 就我之人不是晋川。 他虽然与晋川十分相像, 但眉眼间却没有那份傲气, 只有脆弱与孤寂。 与我一样, 我对他一见倾心, 后来却没再见过他。 我去问皇兄, 他说, 晋川有个胞弟, 叫十月, 已满十岁, 不日便要被送入皇家寺庙。 那天是他最后一个祭月节, 按照规定, 他需要进宫面圣。 武将释迦牧家, 百年来有一个传统, 兄长征战沙场, 包地祈福党灾, 一阳一阴, 辅佐调和, 方可为序。 十月这些年, 一直在皇家寺庙。 我很难见到他, 我只好将他的兄长晋川, 当成了十月的替身。 人人皆以为, 我心悦于晋川。 其实, 我一直喜欢的是, 是那个月光下, 与我一样脆弱的十月。 我轻轻俯上, 十月柔软的薄唇。 他愣住了, 眼眸微微睁大, 任凭我扯着衣襟, 俯下身来。 我点起脚, 轻轻凑进了十月的唇角。 一触即离, 油纸伞外的冷雨, 飞落在我羞红的脸颊上, 嘴上还残留着柔软的触感。 我这才意识到, 自己究竟干了什么。 低下头, 不敢看十月, 找个油头, 便要脚底抹油。 我, 我突然想起, 还有些事, 修长的指尖, 搭上了我的下巴。 十月颤抖的双唇, 便附了上来。 头顶的油纸伞, 不知何时掉落在地。 潮湿的水汽涌入我的四肢百骸, 十月绵密的细吻, 又将一切淹没。 我们就如同十三年前的那个月夜, 身陷泥泞, 却又紧紧相拥。 既月节一大早, 阿佑便拉着我去逛集市。 我替黄兄收罗了点市井间的小玩意, 又为时月买了些鹿绒帕子和丁香油, 便准备回宫好好休息一番, 晚上与十月一起逛灯会。 我登上马车, 回身向阿佑伸出了手。 阿佑却立在马车下, 抬着娇嫩的小脸。 娇好的眉毛, 此刻却搅在了一起。 阿佑来世愿当牛坐马, 报答公主对我的恩情。 我心下一惊, 眼前闪过黑影, 驳梗顿痛, 意识一瞬间陷入了黑暗。 在醒来时, 我已被捆住双脚, 躺在冰凉的地上。 今天是既月节, 明亮的月光 从破旧的木门渗了进来。 我借着月光, 看到身边铺着干枯的柴草。 杂乱的缝隙间, 见或传来细微的稀疏声。 鼻腔里满是灰尘的味道。 我没忍住, 咳嗽了两声。 门外立刻进来两个人。 他们穿着黑衣, 用面罩挡住口鼻, 认不出面容。 将手中火把凑近我, 俯身看了看我的情况。 那两人又说了些什么? 我没有听懂, 只听出是七国语。 原来, 阿佑竟是七国的人吗? 七国大败, 归顺离国后, 定是不肯善罢甘休。 此时将我绑来, 怕是想要以我为智, 要挟皇兄。 好在, 我还有用, 目前姑且可以保住性命。 火把的光亮太过刺眼, 我闭上眼睛。 心下祈祷, 阿佑千万不要对皇兄 做出谋害之举。 七国人走后, 我的世界又恢复了黑暗与寂静。 我又渴又饿, 无力地垂下头颅。 将脸颊贴上冰冷的地面, 盯着门缝中的月亮。 过了不知多久, 地面上传来了不同于寂静月夜的异响, 随后很快归于沉寂。 我疑心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这时, 雨见划破空气的声音, 清晰传入我的耳中。 有人应声倒下, 重重砸在了地上, 在沉闷的夜里激起万军之力。 屋外突然爆发出了冲天的厮杀声。 我急忙从门缝中看去, 应是七国人手中的火把被打落, 门外竟燃起了熊熊火光。 红色的火光里, 两波身影缠斗着。 木头烧断的劈啪声, 混杂着刀剑的碰撞声, 在寂静的夜里, 分外刺耳。 我愣住了, 忘记了叫喊。 门缝突然被高大的身影挡住, 木门被猛地踹开。 石月, 不, 应该说是尽穿。 身披铠甲, 手中的青龙剑反射着冷光, 一滴滴落下雪花, 立在火光的尽头。 它解开我手脚上的绳子, 轻轻抱着我。 没事了, 我贴着它胸前冰凉的铠甲, 心下也是一片冰凉。 事到如今, 我不得不痛苦地意识到, 一直以石月的身份 陪伴着我的国师是晋川, 而石月已经死了。 石月生来便要替兄消灾党祸, 自然也要替兄而死。 与七国那一战, 晋川被羽剑刺入心脏, 几乎丧命。 老国师设下阵法, 乾坤挪移, 让阎王爷收走了石月的命。 晋川得以活了下来。 老国师因设下阵法, 耗尽了一生心力, 于是告老还乡。 晋川以石月的身份, 接替国师之位, 欺骗宫中的七国眼线, 离国大将军却已战死。 离国战力大减, 好让七国余孽抱有希望, 再次行动, 从而露出马脚。 晋川便可顺藤摸瓜, 扫尽余孽, 给予七国最后的致命一击。 皇兄也可以此为由, 加大对七国的压制, 彻底得到对七国的控制权。 离国强盛, 边境安宁, 再无纷扰。 我心里是万分高兴的, 可是泪水却止不住落了下来, 逼在晋川的银色铠甲上。 我之前一直骗自己, 这个做国师打扮的, 眉眼清冷的男子, 就是十月无疑。 可是今日他火场救我, 一身戎装, 直见而立的样子, 却打破了我惊心粉饰的梦境。 海中月是天上月, 眼前人非心上人。 自那日银杏树下, 晋川说自己是十月的时候, 我便知道十月已经死了。 我疯了一班, 日日去国师府找晋川, 也是因为他扮演得太像了。 那份清冷自持, 那份孤傲孤寂, 我看着晋川, 一遍遍怀念着十月, 只是不知为何, 晋川一直不愿我靠近。 我只能另寻他人, 托皇兄找到了广阳侯世子。 谁知, 晋川又来宫殿赌我, 愿意做十月的替身了。 我欣然接受, 为了迷惑宫中的七国眼线, 晋川扮演得很称职, 只是悬于国师府的那柄青龙剑, 却仿佛时时刻刻提醒我, 它不是十月。 季月节前一天, 我与晋川并肩走在雨中, 我又想起了十三年前的季月节, 看着晋川, 不由忘情, 吻了上去。 我心想, 若是晋川可以一直扮演十月, 该多好。 我们可以一起过一个又一个季月节, 在银杏树下拥抱一次又一次, 就好像十月还活着, 曾经照亮我的月亮, 从未离开。 现在, 梦醒了。 我猛然抽出晋川腰间的青龙剑, 便向自己驳耿斩去。 晋川抓住了剑刃, 血红从他白皙的掌间一滴滴落下, 放开。 我使出全身力气哭喊着, 泪水淹没了我的脸庞, 十月要我护你周全。 晋川手腕一动, 将剑刃指向他的胸口。 你若有任何闪失, 我还有何颜面去见他? 不如先杀了我。 我想将剑从他手中抽出, 青龙剑却分毫未动。 晋川眉眼凛冽, 眸中映着门外的熊熊火光, 将手中的剑刃向胸前挪了一寸, 剑尖以堪堪刺入铠甲。 不, 在我动摇的那一瞬间, 晋川长臂一身, 从我手中夺走剑柄。 青龙剑清脆落地, 他紧紧抱住了我。 清晨, 别怕, 还有我。 晋川嗓音沙哑, 我在他怀里, 蜷缩着哭泣, 似是要把身体里的最后一丝气吐尽。 后来的发展, 如我所料, 七国被降罪, 正是那乳离国国土, 阿佑被赐死。 黄兄说, 为了给我个交代, 要五十菜式口问斩。 我拒绝了。 我端了杯赌酒, 走下幽暗的石阶, 去地牢看阿佑。 他娇小的身躯, 被比他手臂还粗的镣铐锁着, 白镜的小脸上满是污渍, 地牢很暗, 就像我和阿佑曾经一起度过的那段艰难时光。 他抱着我哭, 我也抱着他哭。 他哭累了, 喝下毒酒, 便沉沉睡去了。 我哭累了, 拖着沉重的步伐, 走回了地牢外的太阳下。 不过, 并不是所有的事都如我料想那般。 我知晓, 晋川心悦于我, 所以我才能肆无忌惮地将他当作替身。 我本以为, 晋川不用再假扮十月。 恢复了将军之职后, 便会求皇兄赐婚。 穆家是打下七国的大功臣。 就算现在狮子大开口, 要一座金山, 皇兄也得给。 他若求婚, 我不能推辞。 而我也不想推辞。 我将他作为替身, 夺走了他的心, 那么与他成婚, 便成为了我不得不做的事。 谁知, 晋川只求了一座府邸。 他穿着利落的悬衣, 恢复了将军的巨傲灵力。 如往日那般, 收敛眉间的摄人气场, 站在万宁殿门外, 垂眸看我, 似是在等待我触碰他额前的碎法。 我低头看着地面, 将军找我, 有何事? 一张地气, 便被递到我的眼前。 我惊愕地抬头, 却见晋川笑得意气风发, 似得胜归来, 在炫耀战利品。 恭喜殿下! 不知晋川是如何知晓, 我已不愿再待在万宁殿。 我曾在这里和黄兄、阿佑 以及天上的那轮月色 一起度过了黑暗但又温暖的时光。 如今, 物是人非, 曲终人散。 这些回忆只会成为我的梦魇, 让我独自一人在午夜惊醒, 泪失枕亲。 可是, 我没有什么能回报你。 晋川伸出宽阔的手掌, 将我的手牵在他的掌心。 若要回报, 我与商谷又有合议。 他将地气稳稳放入我的手中。 今日之事, 愿殿下望之。 我拿着地气, 看着晋川远去的背影, 不自觉笑了。 他假扮了十月那么久, 没想到竟也学会了些高谈阔论的大道理。 我离开万宁殿, 搬进了新府邸。 我隐去公主的身份, 叫来几名能工巧匠, 商议着庭院的布置。 亭台水泻, 雕梁画洞, 一砖一瓦, 都有我的意愿落成。 新府邸落成的第二天, 晋川便拎了桂花膏, 扣响了大门。 我未带侍从, 府邸中只有我一个人。 我听见声响, 匆忙起身, 衣裙被尚未修剪的花草勾住。 等正脱开来, 已过了半刻钟。 久等了, 我匆忙打开大门, 晋川一身悬衣, 笑盈盈地站在台阶下, 仰头看我。 没关系, 他似画里有画, 我很有耐心。 记得从前在国师府时, 我曾问半座十月的晋川, 世间可有圆满。 晋川说, 不得者重, 完满者少。 我想, 他是对的。 就像我想要月亮, 皇兄给的是夜明珠。 我想与阿佑姐妹情深, 却被迫卷入了两国之间的漩涡。 我想要十月, 世间却只有晋川。 如今细想, 一路走来, 我都没得选择。 晋川明明也可以让我没有选择, 但却与我自由。 皇后曾无数次对我说, 我是为了皇兄才出生的。 所以, 我要听从皇兄的命令, 心甘情愿成为皇兄的棋子, 随时准备好替皇兄死去。 就像十月对晋川那般。 若皇兄与晋川是白日的太阳, 我与十月便是夜晚的月亮, 身处黑暗, 清冷孤寒。 而晋川却让我有机会, 不是作为替死鬼公主, 而是作为黎清晨活下去。 如今, 我与晋川坐在树下, 烹茶闲聊。 恍惚间, 便从万物争春, 坐到了雪落人静。 我小心收集着枝头落雪, 准备煮沸泡上一壶清茶。 晋川伸手, 握紧了我冰冷的指尖。 很温暖。 他的眸中映着矮矮白雪, 明亮地看着我。 发尖残穴, 恍然白手。 我想, 我毕生所愿, 不过是万事安宁。 如今看来, 已是最圆满的结局。